我们有四个speakers 第一个呢 他提问华人在海外 创业对缺少的 因为他原来是搞这个领域 现在是搞别的领域 叫做发展 他有很多经验 他会对我们分析 华人在海外创业对缺少 另外的话是雷剧博士 专业中国要蒙特要过来的 他的提问是陆权奖项 他主要深度飞去加拿大 深屋顾虑的海外办公司的创业和发展 下一个呢是我们的称赛新总裁 他呢是ACTT考试成的创建 这个公司已经创建了大概五十几年了 取得了真的很多成绩 所以他呢 主要的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创办企业的第一步 就是挖式开创的第一步整整 我呢 本来我是 不是在这个意思里面 我们主要请的是CEO 我还不是CEO 但是呢因为我们那几个人 我们没请到 他们现在在国内回不来 所以呢我就一样去抽出一下 那么最后我就讲一下 我的创业之道 可能不一定是Focus到这个工资 但是会从整个 从学生到Sandy 然后到Owner 讲一下是怎样 选择我们的道路 然后 然后 那次我们有一个Membership 会 主要呢 主要呢我要 汇报一下我们的Membership Activity 然后我们要选择 President Elect 另外呢就是 我们才能请President Elect 讲的话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Financial Director 老店也 也是 推广一下我们的 这个Financial 协报 OK 大家 这是 CCEPK 集团 我希望大家 会享受这个 セミナー 他在做的 谢谢会长介绍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讲 这个今天的主题 首先就是讲 华人在海外创业最缺什么 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说是钱 这个很直接 有些朋友说是思想 也有些朋友说是人才 海外华人在 开始创业的时候 最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资金 对吧 但是呢资金呢 海外华人在 这个北美创业 最缺的是资金 而在北美最丰富的是资金 这个是资本主义市场 为什么产生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呢 原因就是在于 我们华人在创业的时候 只想到自己的资金 没想到别人的资金 或者社会的资金 所以的话呢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事情 从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华人在海外创业 都是非常艰难 所以像我们很多企业家 创业的话 要五年十年二十年 这就是我们一些 一个主要的因素 这就是我想的 因为我也是大概 今年快二十年 到北美来 已经二十年了 创业也有十几年了 十三年了 今天我们演讲的几个嘉宾 几乎是同时来到北美 并且差不多是同时开始创业的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嘉宾 这两次我们邀请他没来 所以我们想呢 就是今天大家来了以后 当然肯定会知道 很多很多新的一些信息 一个是我们这些企业家 通过他们自己的清新经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创业 他成功的经验跟教训 或者是从市场上 得到很多的你需要的资金 来发现你的企业 这个是人们梦里以求的 因为在哪里呢 我就想 当然最近大家也知道 我写了一本书 就是《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这本书的题目呢 就是告诉你呢 就是说你如何得到社会资金 来发现你的企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想 彻底来改变这个 华人呢 就是说 创业难 和创业被动的局面 是不是 而我们呢 没有好好的利用 我